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突然从森林中窜了出来 吓得憨憨是急转方向盘 生怕转了女孩 哎呀 这个事儿啊 就告诉我们坐车时 千万不要跟开车人说话 这实在是太危险了 有没有 还有那些个电视剧中 开车车和女友亲亲我我 这是等等的 哎呀 真是一点都不注意安全 我跟你讲 大家伙千万不要随意模仿 然后嘞 这年轻男女啊 是立马下车查看 看女孩坐在地上 担心的不行 正好呢 他们是准备去医院的 于是拉上女孩 迅速的开车离去 但这女孩明显还是非常害怕 一直回头张望 好像怕什么东西追上来一样 汉安开车也很快 他们来到一个安静的独立医院 等到大门关闭之后 一辆破旧的红卡车也开了过来 卡车的窗户全是黑乎乎的 看起来非常的恐怖 而这女孩见到这卡车 立马就害怕起来 对着汉安说 千万不要让他进来 而这汉安看起来 好像本来就不想让卡车进来 立马让保安人员把门关上 让大门先带女孩去做检查 他和保安来应付卡车上的人 两人的对话非常明显 这卡车上的人呢 大家好像都认识 应该是一个比较显眼的 被通缉的或者是被观察的对象 是个危险人物 却呢也被限制了一些权力 比如说不能靠近这家医院 于是呢 我们的安保人员 那是小心翼翼的出了门 举起双手 就像是自己犯了事一样 轻声细语的让对方打开窗户 好说歹说 说了一会儿 对方再不情愿的摇下了霜 哎呀妈呀是个正常人呀 吓死蛋蛋我了 我本来以为这乌气麻黑的里面 腰下窗一看是个 阿飘 或者上司 或者恶魔之类的东西呢 还把声音关掉 生怕吓到自己 原来是个正常人呀 唉 白瞎了我嘴妹的心情了 然后呢是车里的大叔说话了 你们把我的女儿带进去了 安保立马是说呀 不好意思 我们需要核实一下呀 但是现在呢 需要你先退后到500米之外的地方 听完这话 大叔也是非常引起 我亲眼看到我女儿进了这个大门 只给你们15分钟的合成时间 看完这个情况 憨憨便立马会去问女孩名字 女孩啊名叫翠花 而外面卡车上的那人 居然是翠花的爸爸铁柱 憨憨立马是有点生气 你怎么不早说呀 你居然是他女儿 但是没办法 自己撞了人 还得给人家讲他生理不是 于是憨憨让翠花脱掉衣服 很明显翠花的肚子隆起 已经还原几个月了 憨憨和大美都有点惊讶 于是带着翠花去做点谈 问翠花多大了 翠花回答说18岁 憨憨很快一问 是真的18岁吗 翠花才小声的回答说 快就18岁了 憨憨再次发问 很快是多久呀 翠花回答得更小声 三年 我的妈呀 翠花这才15岁 不是我怎么着看的 也都得有20岁呀 还是外国人长相我不懂啊 这还真是点 迷呀 然后呢 这憨憨继续发问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毕竟翠花说出真相 他们才能更好地帮助他嘛 见证 翠花终于开口了 那天天色已经很晚了 爸爸上班 哥哥上学 然后我想读会书 当然却完全看不进去 我们的憨憨很快打的 翠花 这个事情是什么时候发生的 翠花回答 上周六呀 憨憨说 我是想问你 怀孕是什么时候发生的 翠花回答说 就是上周六啊 嗯 我估计憨憨的内心 跟我是一样的 上周六 你这肚子都已经这么大了 你这一周啊 怕不是有几个月吧 身为一名医生 这种违反常识的事情 憨憨那也是不相信 而这翠花更激动了 既然你不相信我 那我说了有什么意思呢 我现在只想把这个孩子拿掉 现在 就是现在立刻马上 见状 憨憨只好出来跟院长 商量这件事 憨憨还是非常善良的 觉得啊 女孩被人强暴了 精神上受了不小的打击 才会时间错乱的 她请求院长啊 同意这场手术 但很明显 外面还有一个大麻烦 翠花的爸爸 铁柱需要解决 于是憨憨出面 跟铁柱对峙 这铁柱完全没有谈判的意味 两人隔着大门 争执起来 很明显铁柱非常担心孩子 并且不想让翠花拿掉孩子 这很明显 不是一场愉快的谈论 但毕竟隔着个大门 铁柱也进不来嘛 于是憨憨准备给翠花 做个检查 看看孩子 什么情况 现在肚子上抹上药 然后拿着仪器检查 但翠花的肚子 明显非常诡异 一碰到翠花就会疼得哇哇大叫 大美和汉汉时好安慰翠花 只是检查 像照相一样 但再一次将仪器放上去之后 翠花的肚子就好像出现了一只手一样 直接把仪器捏碎了 我的妈呀 这肚子里是个啥混事大魔王小怪物呀 汉汉立马也是意识到不对劲啊 然后跟大美商量需要保护好翠花 而这时呢 铁柱已经把翠花的哥哥们叫来了 他们准备一个人开车到大美前做尾章 然后剩下几个人从围墙中翻进医院 铁柱像是听着了上帝的伤患 他觉得上帝在指引自己 一定要保护好那个孩子 虽然儿子们都非常害怕 但铁柱完全不在乎 准备牺牲一切代价 救助翠花肚子里的孩子 而此时大美和汉汉 正来给翠花就进一步的检查 等自己的一个孩子 翻进院子中后 铁柱就开车来到了大门前 和安保人员聊天 吸引注意力 很快儿子来到安保人员的身后 等安保人员转身之后 铁柱直接拿出枪 砰了一声解决掉了安保 吓得小儿子不敢说话 也不敢开门来 于是呢 铁柱带着儿子们开枪 直接打开了大门 不过此时的院长 已经听到了枪声 安排大家撤退 然后拿出了自己的枪和防弹音 很明显啊 铁柱是冲着翠花来的 和大美当机立断 先转移翠花 才能保证翠花和大家的安全 而这时呢 翠花的肚子 看起来明显比刚才更大的一点 而这时 嗨 开始相信翠花所说的事情 上周六那晚上呢 翠花实在是不想学习 于是就来到后院放松一下 她坐在院子中的秋天上 看星星 但事情突然诡异起来 翠花听到了奇怪的声音 从地下传来 之后她直接被搭闹到历历 翠花说感觉周围 非常的烫 非常热 然后有什么东西 挤进了自己的身体 自己就像是一个玩具娃娃一样 之后就失去了意识 然后翠花就怀了孕 她觉得这是恶魔的孩子 这绝对不是一个正常的东西 所以一定要打掉 听完翠花的描述 翠花和大美也是震惊啊 此时的铁柱呢 带着自己的大儿子 已经开枪打开了门 走进了医院 院长最害怕 她还是截力反抗 而此时翠花的肚子 已经胀成了一个圆球 疼得哇哇大叫 但是这个状况 翠花已经不能把肚子中的东西打掉了 但翠花明显很激动啊 拿着工具刀 就想自己动手 翰翰只好安慰她 趁着这个时间呢 大美迅速的给翠花打了一针针钉剂 翠花还在坚持 千万不要留下她 而此时呢 铁柱的一个儿子已经牺牲了 院长也受了伤 毕竟是个医生嘛 院长武力直不敌铁柱 已经不行了 而这时呢 翠花的肚子越来越大 她已经要生了 等大美蹲下去检查的时候 翠花的肚子竟然喷出了一股液体 直接坐上了她美的眼睛 而此时的院长正在受着铁柱非人的折磨 铁柱认为这家医院给女孩们做手术 简直就是恶魔 直接杀死了一个又一个小生命 所以她决定让院长也亲身经历一下手术过程 不得不说 铁柱是真的变态啊 此时呢 翠花的肚子已经开始行动了 先是伸出了几条像章鱼一样的立传 然后直接掉落在地上 我的妈呀 这啥玩意儿啊 大美和憨憨也是惊悚无比啊 立马是浑身发抖的走出了门 把房门关上 很快镜头给到了翠花 伸出来东西一上 等等 这啥玩意儿啊 这咋整得像个章鱼一样 吃溜溜还在地上跑得挺快 而此时 整个医院都受到了影响 但光忽迷忽暗 就像是受到了干扰 每个人都处在惊恐之中 突然医院的地板开始破裂 直接裂出了一个大洞 伸出一个手 将一个男人抓紧了洞里 啊 这太恐怖了吧 这底下是有恶魔吧 此处 但呢我立马关掉了声音 远离我的电脑屏幕 很快洞里钻出来一个巨物 等等 这啥 牛魔王 这啥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啊 这这 这也太具体了吧 加整的像是奥特曼里面的怪兽似的 甚至还没有奥特曼里面的怪兽 那巨大无比的身姿 我都准备好了 被吓了心里 这给 这就给我来个阵 我实在是搞不懂 这国外的恐怖片了啊 不过咱们接下来往下看 看看这怪物啊 准备干啥 这时呢 铁柱已经解决掉了院长 来到了翠花的屋子 他亲吻着翠花的手 祈祷上帝不要带走翠花 然后开始寻找翠花生下来的孩子 哦 这一时 镜头再一次给到了小怪物 原来他长着婴儿的样子 身上却有着六条腿 而这时 翠花醒了过来 他感受到了孩子父亲的存在 这时门口也传来动静 铁柱连忙出去查看 怪物对着铁柱喊出 保护孩子的怀疑 铁柱这才知道 原来自己听到的 并不是上帝对自己的指引 而是怪物 此时的翠花拿着枪坐在了地上 他隐约着自己生下的孩子 来到自己跟前 然后开枪打死了小怪物 而这时呢 大怪物也走了进来 他静止的走向小怪物 抱起了自己的孩子 然后啊啊的走了 嗯 然后大美和汉安回来 问翠花怎么样 翠花回答说 上帝完成了他的意愿 嗯 这个结局我很是不能理解 这怪物就这么低 抱走了自己的孩子 完全没有管翠花的存在 难道他只是想要一个孩子 问题是 这孩子已经被翠花打死了呀 只是要孩子的话 这也说不过去呀 然后呢 翠花爸爸铁柱 应该是被怪物杀了 这没什么 主要是在翠花最后说的那句 上帝完成了他的意愿 这是啥意思呀 并且当时翠花的表情 看起来很是诡异呀 但呢 我总觉得他这句话很有神意 这个结局也没说得很明白 这一集真的是有点莫名其妙的感觉呀 话说有没有大佬给我解释解释去 这结局啥意思呀 4个月 5个月 王莡邦 ?". 104个月